大家好 欢迎收看 《古海飞扬》 那么台北股市今天我们看最后是修正了126点 那么整个行情呢 重点你会发现成交量1566亿 所以相对于昨天或最近这一周来的一个成交量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量能其实已经在最近期最接近的话 已经要回推到当时9月19号 当时成交量1598亿 那今天的量事实上比1598还要再小了 所以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出现过这么小的量 你可以发现我们这样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其实要低于今天1566的行情 其实大概要回到5月份了 当时有一次的一个急速的一个快速量缩 来到1700多亿 那这个行情其实 要来到新天这1500多亿的话 其实目前来看似乎新低量出来了 那这代表说整个市场已经进入一个极度的一个观望 那所以也就是说它随时要出现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变盘 那昨天的一个拉抬其实很明显 其实我们会把它看作是有特定的一个买盘 针对全脂股的做一个点火的动作 那通常点火有几种目的 那昨天就很明显就是因为它破低了 所以一个点火就是让我要守住这个地方不要再下去了 有这个意图 那因为近期都是在做点火 没有在做拉抬 点火只是有特殊目的 拉抬你要硬拉 外资在做调节过程中 那其实你要去硬拉很吃力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特定的买盘 其实针对就是一个点火动作 在关键的位置 他们可能认为应该要出手了 去做点火 那昨天是因为它破低嘛 昨天是因为在破低 所以它出了一个点火动作 将指数有收缴带了一些量出来了 那今天呢马上量能就激动了 其实这也是好事情啦 就是说我昨天量出之后 你今天压回去量能激动 那其实若它会是一个 若它会是一个凹动量的话 那其实搭配的转折确认 那其实耳后的行情确实就是要上去了 下周量能回来之后 就有机会上去 那如果你要观察的话 就是短期的一个无日均线 我们把其他均线拿掉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确认的话 那就很简单 无日均线 它没办法显示出来 无日均线大概12966左右 大概在附近 就是今天K棒的高点左右 下周只要能够过今天的高点 那其实就代表它站上无日均线了 那站上无日均线 补量站回无日均线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凹动量是成立了 那确定成立了 那其实你就可以放心了 有机会要走上去了 那这个是单纯就今天的量能结构 所以我们去做一个预判 今天的量会不会是一个凹动量 那如果是的话 你说那我怎么判断 就是我刚才告诉各位的 今天的K棒 突破回去了 收回去了 那就是确认了 那这个是一个确认位置 可是问题是那你要等它确认了之后 再去出手操作吗 当然也可以 只是现阶段的航行 上去的速度 下来的速度都是很快速的 震荡的幅度都是蛮剧烈的 那其实当你跳上跳下 跳上跳下的过程中 其实也意味着 它其实已经进入一个 准备要转折的位置了 通常一个行情 在进入一个剧烈的 一个起起伏伏的过程中 剧烈震荡的时候 其实就意味着 它快要转折了 那今天又带一个量能一个急动 那其实就意味着 其实下礼拜确实有机会 就会可能要出量 可能就反转上去 那这个是在今天的单纯做量价去看 那各个族群里面 今天当然很多 尤其一些半导体的个股 还是相对弱了 台积电今天还在休息吗 回到389.5收盘 等一下我们再讲 那你可以发现其他的一些 我们就看今天其实 世新还是弱 那一些半导体的公司 创意也是重挫 所以其实他这一次的一个晶片的一个限制令 其实影响至今 这些标的还是偏弱势 那一个弱势的族群 如果持续的维持弱势的话 相对对市场的整体的一个投机的气氛 救不起来 回不来 所以也就告诉你 为什么说这个行情为什么 来到周末今天量价会来到只有1500多亿 其实也是整个市场 你原本弱势的一个指标的相对半导体 热门的一个人气的族群 他没有转强 那生计股呢 生计股 北极星 这一波我想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北极星嘛 对不对 这一段的北极星 很多人都在关注它 那我是从来没有讲过它 因为我们没有去操作北极星 那你这么热门市场 这么多人在讲的北极星 从你真的出量的话 就在这 从这一天开始往回推 这一段时间出量 这一段时间在出大量 这个从这一天开始 以前都在出大量 这一段时间出大量 那相对的 那这边没什么人买 那这边一堆人要去抢 有没有 抢完之后再杀一段 今天又在 今天下杀跌停又再出量 那你这样的走法 那你说对市场的一个投机气氛 买盘会回来吗 这一堆买盘呢 都是想要减便宜啦 抓转折啦 抓到最后发现 你在接刀子啦 是不是 好啦 那你说这里横盘支撑区 结果呢 它跌破 所以整个北极星的筹码 已经相当相当乱了啦 OK 那今天下杀又带量 所以整个生计股 其实就会受到北极星的一个拖累 所以你说半导体也弱 那生计股 北极星也带头向下杀 那你说整个市场气氛 会有多好 所以今天为什么量说 就是其实你根本找不到任何的一个 能够带起那个投机气氛买盘的那种 那种族群或个股概念在里面 没有 勉强今天想要撑的就是联电嘛 就是联电想要撑一下嘛 但是事实上最后还是收黑嘛 那联发科今天也是想要撑 但是最后也是收了黑 那其实今天尾盘有一些卖压啦 其实今天指数在尾盘这边有一些卖压 其实主要卖压还是在 还是今天想说试图去抢短的人 尾盘杀出了啦 试图去抢短为什么 就赌今天会不会拉上去嘛 那结果发现到中盘过后发现不会拉 陆陆续续就有些条件卖压出来了 这些条件卖压未来到下周就是回 又是回头的买盘啦 这种短线的投机的买盘 当日做交易的这些买盘 其实根本不用太理会啦 那这些就是每天进场在赌博的啦 那个不重要 那这些买盘洗来洗去洗来去 你发现他们继续这样做下去 绝对是持续亏损的 所以操作上怎么做 你要在适当时机 把行情看懂之后 在适当时机做出正确的决策 那这个决策可能会让你 可能回收个两成三成起跳 甚至更多 那现在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以就短线今天的量价结构来说的话 如果确定是一个凹动量的话 要做一个转折的 那下周只要回补 只要能够把今天的日K 突破回去 那就是确认就要上去 那本周一开始我就告诉各位 其实礼拜一是关键的一天 那礼拜一是关键的一天 主要原因就是我认为 在这个附近差不多 那回撤完之后 会先上去 目标当然还是这样看 到今天为止 目标还是没有改变 只是你要怎么上去 一个市场 缺乏主流 多头主流带的一个行情 你要怎么上 在那个族群没有出来之前 不容易上去嘛 可是问题是在 不容易上去的过程中 其实它似乎也差不多 就在这个区块里面 有人在守 昨天你就看到了嘛 对不对 所以它跌不下去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很尴尬的行情 什么叫尴尬呢 其实已经到尾声了啦 就要表态了啦 怎么说 我们一天天看 隔天就上来了嘛 因为它回撤完就上来 那上来的问题是 你如果没有族群在带 你能够直接上吗 也不可能 但是我目标 放在这里等它 还是没有改变 到今天还是没有改变 到礼拜三 又来又休息一下 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上 因为你没有人在带嘛 台阶电不强 还没有转强 那半导体没有整体转强 弱的没有转强 那怎么带 所以呢就顺势修正 继续维持在这个空间里面游走 指标还在回撤 指标还是贴着在中期 中期指标之上做游走 短期贴着中期走 OK 这个格局没有改变 好 那重点我讲过了 那最多最多怎么样 就是回撤这一条上升线嘛 只是说回撤上升线的话 指数会回撤前低嘛 那市场会觉得比较不好过 比较难受 可是问题是 你不要担心 因为如果真的回撤前低怎么样 它只是在回撤上升线 你不要看坏它 你不要被吓跑了 才刚讲完隔天 它就来撤低了 那撤低的长盘长黑的 长白点跌300点的过程中 就是来回撤上升线嘛 那因为指标是动态的 所以呢 最后又收缴 测完趋势之后 又收缴 又收回到中期限制上 所以但是你实际盘面结构来看 是有人在点火嘛 有人不想要破这个低点嘛 因为它已经越来越接近12682了嘛 你越来越接近12682 再下去放手让它下去的话 那可能1268就破了哦 那而且刚好你从技术面来看 也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支撑 就是上升线 但我说昨天的出量 其实下跑很多人啦 那下跑很多人之后 短时间内这些下跑人不会回来嘛 所以今天怎么样 就量缩嘛 OK 这都是可以解释的 为什么会出量 为什么会量缩 这正常的 好啦 那下跑很多人之后 短线今天马上量缩到1500多余 代表什么 会不会是一个凹动量 准备转折 有没有这个机会 当然有 那所以呢 我昨天就先讲了哦 买台积电 测到上升线 就是买台积电 测向下测 上升线 就是买台积电 昨天就直接讲了 那今天的行情呢 就是收黑嘛 量缩嘛 那我告诉贵的上升线还在这里 所以今天的量缩回跌 就是指标怎么样 慢慢慢慢又逼近的上升线 那下礼拜如果说还有个 还有个低点的话 那其实 我还是告诉你 就是买台积电 如果你说我不知道买什么 那你就买台积电嘛 对不对 好啦 那如果直接向上呢 这里一个下降的一个 反压 这条反压如果能够突破 那就确认了啦 确认什么 我认为就是确认 要突破 要回到我的目标了 OK 所以何时突破 那就是何时开始正式表态起涨 那正式突破前呢 找机会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去买台积电嘛 好 那下周一如果短线还有机会回撤的话 短线的支撑 下周一的短线支撑在12729上下 你可以自己做笔记 12729只要能够守得住不要破 其实这个行情根本没什么问题啦 下周就算开低下去测12729都不用担心 甚至它会不会回 它会不会开低都是问题啊 极有可能下周直接开高上去也有可能啊 那注意这些关键点 所以整个行情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在回撤上升线的过程中 你就是买台积电 就这么简单 我相信这个位置点去做 你要获利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啦 因为以中长线来看 我说你在这边耗多久 你能够耗多久吗 你能够在这里耗多久 量都已经剩1500多亿了嘛 一个转折上去很容易就突破 突破就怎么样 确认怎么样 要走我们之前规划的 要到前高嘛 所以现在在看什么 现在就在看什么 你什么时候准备好嘛 现在就看你什么时候 这边扭扭捏捏准备好之后 你要正式去走这里嘛 就这样子而已 那正式走这里之前呢 那你现在就要找机会去做动作嘛 那你不知道做什么的 那台积电你认识嘛 对不对 台积电你认识的话 除非你说 这一波如果真的指数上去 台积电一块钱都不会涨 台积电完全不会动 那我没话讲 那我错了 否则如果你认为这一波指数上去 台积电跟它联动会很直接 那你去买台积电嘛 你认同它们联动会很直接 这波指数上去 那你就买台积电嘛 就这么简单啊 你去买0050 你去买台积电嘛 你不会做的话 你就买这种嘛 所以行情就是这样子啦 你一天天去看它把它规划好 它现在在做什么你要看得懂 那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就不会人家说什么 你又听它的 那个人说什么你要听它的 你根本没有一套想法 你不知道怎么做了 那待会回来呢 我们再针对个股的部分 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还是一样 目前你要懂得去操作 怎么做 波段搭配价差 价差配合波段 扩大你的每周获利 目标就是每周都要赚 我们今天是本周的第三周了嘛 所以本周 本月第三周 10月第一周 第二周到今天 本周的第三周 每周我们都获利入带 那下周回来 下周预期还是获利入带 所以我们都会做 我们都会提前做一些准备动作 准备做接下来的获利入带 我们是这样做的 那把那波段搭配价差 价差配合波段就这样做 有兴趣的跟我们联系 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领服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行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 与方向 欢迎回来 节目现场 所以整个十月份到目前走到第三周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每一周的操作 都很明确的告诉各位 我们有做获利调节 我们就获利调节 获利入带 当你每周这样做的时候 波段搭配价差 价差配合波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该你赚到你就不要放弃 不要放了 该你赚你就要拿到 每周维持有获利 你长期而言 你绝对持续有在累积获利的 终于第一周的时候的获利 九阳 东哥 所以有时候 该拿的你就要拿 遇到压力区的 该调节就先调节一部分 当时获利出厂的时候 价格在290上下 那今天的东哥已经到哪里 跌停 220 230 290获利一趟 所以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快三成 差了快两成多 快三成了 已经到230了 差了60块了 所以你继续报 继续报 它今天回到230 等于是从我们当初的获利出厂之后 隔两个周而已 我们第一周获利出厂 那现在第三周 所以隔两周的时间 已经从我们获利出厂之后 已经回到 大概来这里 回到230 回了这一段 那请问你 是不是我讲的 该拿的你就要拿吗 自身科 超了18万 后来我们出了之后呢 也回来了 是不是 该拿你就拿 好好拿的就好了 11万 后来呢 也慢慢休息了 反正其实这些标的 我们做价差拿到之后 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是 基本面有可能改变的 基本 基本面转弱的 不是 价差就是价差 它有时候无关乎 中长线的那种基本面 它就是短时间内 我们认为这一段可以先拿到 这一段买定 可以先拿这一段的获利 我们先做这一段 就这样子的 就是价差交易 不代表它基本面有所改变 但事实上就是 纯粹从技术面来看 去抓一些 一些价差的获利 那有些标的 你可以用波段的角度去操作 然后搭配价差 去扩大累积一个波段的 一个波段的一个 累积它的扩大获利 所以价差又配合了波段 是这样来回搭配 互相相互灵活配置 所以操作你要够灵活 应付现在的行情 我认为是绰绰有余 绝对OK 那同时第一周获利还有政达嘛 所以第一周其实拿到一些获利之后 进入第二周 第二周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获利入带动作 第二周主要还是在政达继续累积获利 政达第一周曾经有获利嘛 对不对 拉上去 先获利一段 这里我们都讲了 拿到之后呢 先减买一部分 因为它还会再上去 廉价回来之后又再上去 就这样上去了 所以其实第二周 主要只是在 政达的持续的一个累积获利 持续上涨 就持续的扩大 累积获利就这样子 那进入第三周 第三周的话 我们在前几天已经跟各位报告过 进入本周第三周 我们已经有在做 这个月的第三次的一个 获利的一个价差的获利入带 对不对 一切都说明的很清楚 台康生 保龄 七偶 华金 OK 七偶 从10月14号拉涨停板 17号又大涨 18号这里做一个获利的调整 入带了 赚到了 对不对 你真的有卖才拿得到 你没有卖拿不到 那这12万的获利 其实是只有20张 20张就赚12万 20几块的股票 要20张应该是人人都做得到嘛 20几块买20张人人都可以做啦 也就是说你成本本金不用100万 20几块买20张大概五六十万的成本 五六十万拿12万 当然很OK啊 对不对 你100万就赚二三十万了 那再来呢 保龄也是获利的 也拿一段 10张也赚十几万 那台康也是一样 那也是获利一部分了 10张差不多10万块 然后 再就华金 华金 10月14日涨停 我就说它是一个突破后拉回嘛 你要去买这种突破拉回的 突破拉回的上去 上去呢 我们在适当时机 我们有入带 有没有 所以 这一段拿到 拿到呢 之后剩下的部位呢 继续供 又供上去 亮灯涨停 19号 一路上去 那一路上去 算50张就好 十几块的股票 你买50张 所以本金大概 大概60万左右 60万左右的本金这样赚30万 绝对OK嘛 那你100万的话 可能就赚五六十万啦 是不是 所以绝对获利绝对OK 50张是人人都做得到的 十几块买50张 人人都做得到 跳通大涨 那这一波呢 你买个50张就好 不用多 十几块的股票 这样上来 差了三十几万 一百万的资金的话 就差不多六十几万 接近七十万获利 这是本周 所以 整个十月份 第一周第二周到现在第三周 每周我们都做到 我说过的 设定好目标 你把目标设定好之后呢 去努力做到 可是你的目标设定好之后 你要怎么做才是重点 每个人都可以随便你设定 你也可以说 我每天都要获利 你也可以这样设定 那做当充的那些人 就是每天设定 他每天都想要获利嘛 可是你说你做得到吗 对不对 我们告诉各位 你如果真的长期来说的话 你就是这样设定目标 我们操作的目标设定很简单 周周赚 每周都要赚钱 那可是这个赚很重点 我不是讲那个账上的获利 我们是指每周 我都会带你获利调节 卖出 因为卖出了 你真的回收到获利了 本金拿了一些回来了 拿到获利放口袋了 那个才就赚得到嘛 那才就叫有赚到 所以我们所谓的每周赚 周周赚的目标 其实是指我们每周 都要获利入贷的动作 那每周的获利入贷 那就是价差的操作 那有些标的它会走波段 那有时候走波段过程中 沿途我认为可以拿到 先拿价差 我们就先用价差获利 所以波段的操作 搭配了价差 价差又去配合了波段 它这个灵活的配置交易操作 所以在现在的市况 你看这种做法 你说行不行 当然行 现在的市况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做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做 但是现在的市况 我们实实在在 我就是做给各位看的 每周我都赚 这样就对了 对不对 那如果现在这种市况 我都每周都赚了 这样做法绝对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这样做 是正确是对的 那耳后行情 修正到一段时间之后 金融市场就是如何 就是起起伏伏 当你修正 修正波结束之后 慢慢的稳定之后 开始走回升波之后 那不就你获利速度 更加速度了 所以我们要去测试什么 当然一个不好的行情 当然一个修正波的阶段 当然一个所谓的空头阶段 你的做法都能够维持 让你每周都能够获利入带 赚到现金放口袋 那其实这种做法 就最正确 为什么 因为这种做法 未来当整个行情直稳 回升上去之后 你的获利速度会非常非常 更加速度上去 那你每周的 周周转的那个数字 会更大 而且呢 所谓的波段呢 也会实际让你看到成效 所以波段为什么要搭配价差 因为它要让整个波段 一个一档个股 走波段过程中 沿途我又能够拿到几次价差 那是不是把它整个波段 涨五成的波段里面 可能我赚了七成八成以上 你涨五成我赚八成 了解意思吗 所以波段搭配价差 尤其是未来整个行情 更直稳之后 整个波段会更看到成效 所以我才会告诉各位 你要好好去思考 现阶段这种市况 你能不能够在这种市场里面 赚到获利 如果可以 那你的做法一定很棒 如果你不行 赶快调整 利用这种市况下去调整你的 你的节奏 操盘逻辑 选股逻辑 操作策略 让你的操作开始能够稳定获利了 这种市况能够获利 未来绝对没问题 那我们就做给各位看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从现在开始操作 稳稳的做 你绝对没有问题 有兴趣的 进一步了解的 欢迎你来电 超级成员热情招募中 有兴趣的 直接拨电话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